喂,大家好,这个影片呢,我们是要来示范一下这个Bernoulli's Equation 它实际的实际要怎么解 OK,我这个示范一个example 那这个Bernoulli这边呢,我可能会示范两个example 因为这个过程的可能比较繁琐一点 所以有必要为大家多示范一点 那这画面上就是一个,这是一个EJOD 那这因为这EJOD摆在这个单元 它当然是一个Bernoulli's Differential Equation 那其实这个EJOD这么多种 你要怎么用一个比较有策略性的方法呢 来很快速的判断它是哪一种EJOD呢 这个我之后呢,之后会提 对啊,你拿到一个EJOD 你怎么可以有很迅速的判断它是哪一种EJOD呢 这很重要 这个EJOD怎么判别真的很重要 好,那这个我们先不多说 我们先来介绍这个Bernoulli's Differential Equation 它要怎么算 实际的操作怎么算 上一节介绍了一个公司 类似公司节的东西 但是实际上怎么操作呢 首先这个Differential Equation长这样 那这个Differential Equation 一看就知道它绝对不是线性的 因为这个它的因变数居然是5次方 这一看就知道不是线性的 所以它绝对不是线性OD 那这个我们一样,这个Bernoulli's Equation 它一样,我们试试看它有没有办法把它整理成Bernoulli's Equation的标准型 这个我一样,我两边同除2X 我两边同除2X 同除2X OK,同除2X 我会变成Y的一阶微分 会等于5的X平方Y的五次方 然后加上2X分之1Y 然后我把它移向一下 Y'减掉2X分之1Y 然后等于5X平方Y的五次方 那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就是这个Bernoulli's Equation的标准型呢 这个就是你的P 我还写在上方,各位还没有插掉 这个是P 那这个5X平方就是你的G 那这个N就等于5 这在上方有没有看到对起来呢 OK,所以这个原来这个ODE呢 它可以变成这个Bernoulli's Differential Equation 没有啊,事实上它就是Bernoulli's Differential Equation OK,好的 那我们这个上一支影片有提到 这Bernoulli's Differential Equation要做一个变数变换 变数变换要另一个新的变数U 那这U等于Y的1-N次方 那像N等于5 所以就是Y的-4次方 小心哦 那你做变数变换 所以这个底U呢 会等于-4Y的-5底Y 对于Y 那我们之后要做变数变换 那我们之后要做变数变换 所以我先把它做 因为我们最后变数变换 也要把这个Y的一阶微分项 把它换掉 所以我这两边把它同除DX 所以这变成DU-X 会等于-4Y的-5次方 然后DY-X OK 那这左边这没有地方写 那我写到又三方 那我们这个我们这样 那我们Y的一阶微分 会等于多少呢 两边把它同乘以 就会变成 就是多少呢 就是会变成4分之-1 然后乘上Y的5次方 然后DU-X 然后会等于DY-X OK就是Y的一阶微分 会长这样子啦 好 那我们下一步呢 原ODE同除Y的 抱歉 也不是这一个 小心 小心 我们有一个步骤很重要 就是我们这一步啊 我们这个整理好的 这个OD Bernulli equation的标准型 我们同除Y的5次方 同除Y的5次方 就是你把它整理好 这个Bernulli equation的 Bernulli equation的标准型呢 你就把这个等号右边 因为我之前有提过 你就是要把这个 这个Y的N次方给除掉嘛 所以我们这个 在这个equation 我们同除Y的5次方 同除Y的5次方 那你最后这个OD 会变成什么呢 你会变成Y的减5次方 然后Y的一阶微分 然后减的2X分之1 然后会得到Y的减4次方 那会等于5X平方 OK 这一步很重要 橘色这一步很重要 因为这一步会让你这个计算 会比较舒服一点 OK 不然你这个变速变换 你真的会不知道 你真的会越换越乱 OK 所以这一步是帮助你这个算的 比较舒服一点 好 那这个我们这边看一下 那我们这边可以开始做变速变换 我们把Y的一阶微分 都全部带进去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中间 你看这边中间有个Y的减4次方 那Y的减4次方就是什么呢 就是U嘛 OK 有没有很奇妙呢 这本路的equation就是这么的奇妙 好 那我们乘进去 那Y的一阶微分等于多少 刚刚有写了4分之1 Y的5次方 然后DU DX 然后减2X分之1 然后U 然后等于5X平方 好 发现我们可以约掉一些东西 这个我们就约掉了 这约掉 这约掉 Y的负5乘Y的5次方 就是刚刚是1 所以呢 我们这个 我们乘以 我们整个设置乘以4 乘以负4的 我们会得到这个U' 减掉 加乘以负4 加X分之2 整个设置乘负4 对负4 负4加 对 所以会变成-20X平方 好 欸 抱歉 我这边少写一个U U 然后等于-20X平方 然后我们这边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一阶线性OD U的一阶线性OD 那你的P of X是多少呢 我们的积分因子是多少呢 这个积分因子这个你应该要现在要自己判断了 这我不再多讲了 这个一阶线性OD的积分因子呢 等于Exponential的X2 DX 等于Exponential的2倍的logX 那其实就是X平方了 OK 那你把这X平方积分因子 曾经去这个一阶线性OD的标准型 那你会得到X平方U'加上2XU 哎 然后会等于-20的 x 14 之四方 好 那这边呢 这应该是个位置钓这个我我把他这个 一个补要的地方先插掉啦 哎 那我这边诶 要插掉哪里呢 哎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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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到哪里好呢 插到这边好了 剩下这一点点空间我看够不够算 因为这个视频我不太想插掉 想把它留着 好 那这个我们这个算一算 一阶线线OD这个解 这个等号的这个左手边 这等号左手边它一定是等于这个 U乘上积分因子的微分 等于U乘上积分因子的微分 一定会等于U乘上积分因子的微分 积分因子是X平方 微分 等于-20的X是四次方 那我们这个答案是不是已经几乎要 呼之欲出了呢 看一下 -20的X 四次方 -20X 四次方 好 没有问题 好 那 哎呀 这空间真的是不够 抱歉 哎呀 抱歉 那如果插掉这个 我是本来是不想插掉了 哎呀 但是这个空间还是不够 这些太大了 这些小的也蛮难写的 哎 然后这个这个最后呢 我们会得到的D UX平方等于-20X四次方 DX 那这两边的积分呢 有没有很简单呢 这两边积分把它积起来 有没有很简单呢 左边就是UX平方为 UX平方为一个新变数的积分呢 右边呢 右边呢就更简单呢 右边这个积分积完应该是 加1 所以是-4X五次方 然后加上一个未定常数 那我们把所有东西 用U用显函数的形式表示 所以乘以X-2 所以乘以X平方 所以是-4X三次方 加上C乘上X-2次方 好 最后一步 还没有完全结束哦 因为我们一开始 LIN多少 哎呀 你看我刚刚已经插掉了 我们一开始是LIN U等于Y的-4次方 对呀 所以最后这个是Y的-4次方 等于-4X三次方 加上C乘上X-2次方 这个就是这个 Bernoulli's Differential Equation 我看一下我没有算错 哎 算对啦 好 这个就是Bernoulli's Differential Equation的操作 对 第一个首先呢 你要把它整理成标准型 整理成标准型之后呢 你要判别出N是多少 N是多少之后 哎 做变数变换 LIN U等于Y的1-N次方 然后你做变数变换 会有些关系事啊 然后blahblahblah 然后最后呢 你要最后做化解的时候 拜托不要忘记 拜托不要忘记 整个这个标准型的一阶 整个这个标准型的Bernoulli's Differential Equation 通除以外的N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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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最后你再 然后你再把所有的变数变换后的结果 全部去全部带进去 你最后会真的就是得到一个很简单的这个U的一阶线性ODE 那你再用D用解一阶线性ODE的方法呢 把这个U给解出来 把U给解出来 然后最后不要忘记 因为一开始做了变数变换 所以就记得最后这个U要还回去 OK 要还回去 Y要还回来 OK 所以这个最后这个是Bernoulli's Differential Equation 这整个的过程呢 因为牵涉到变数变换 所以是比较难做一点 这跟那个之前那个一阶其次微分方式是一样 只要牵涉到变数变换 这个通常都不容易 好 这个影片就先介绍到这边 那我们另外的立体的话 我们就剩下再聊啦 OK 拜拜